Hello 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說一下 買一部單反相機有什麼事項需要注意 一般來說 我們一部R3的單反相機來說 是菲林機 這隻機來說是一個電子快門 以前的機來說 它們有一個安置扶制 現今的機來說 它也會有的 但它們最主要的做法有點不同 可能擺放位置上方 新的機在快門盤 它們是在濕打掣 現在的機器在後面 我們看看 一般來說 相機 開了另一個鏡頭 鏡頭方面 我們不再檢查 因為這次不是講解一支鏡 這個叫做反光板 反光板來說 電腦的鏡面 比較常是精密一點 所以我們都會理會 通常我們用一個層擠擠 這樣擠它就算了 有髒來說都是這樣做的 儘量我們少擦它 因為很容易擦花 我們有不同的快門的時候 我們這個快門盤 我們教不同的快門老師 通常我們會試一秒 拉開它 嘗試其他不同速度的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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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們要快門簾有沒有事 我們都會對一些光 可以預備一支電筒 光位在這邊照過去 如果快門簾是有問題的話 你會見到有些小孔 如果快門簾沒有事的話 它當然整個都是黑色 快門簾有兩行的 這是一個行簾 這是第二行簾 如果它是有事的話 它會有光穿孔 你會看過的 都可以試一下按它 如果假設我們的快門速度 調慢一點 二分一秒 你會見到它開了 會不會正常的運作 安裝Phylm那些 我們不說了 另外 還有一樣 就是這個 轉盤這個 它會不會走 這個 這個 調慢速度 調慢速度 這個轉盤行 就代表你 拍了幾多張Phylm的運作 你每個一刻 它的數字都會調一格 另外一樣 這個位置 是調教我們現在所說的ISO ISO的調教方面 我們需要就是 就是 這個 這個 你看到黃色字 ISO100 就在這裏 最低的制度是IS-100-48就是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箭咀,看到這個位置的調校 通常我們還要看它的測光運動作組 一般來說,我們現在調校了100 反門速度就當作15秒 可以安裝一支鏡上去 然後輕按換一下這個反門鍊 裡面會有指針的運作 當指針運作時,你可以調校光 調校適合的反門 它就會知道它運作正常 如果它運作行動的話,指針是會動動的 還有一個叫做自拍制的功能 我再做一次,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我再做一次,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如果這些操控全部都正常的話 這部機都可以OK的 如果你有閃燈的話,可以試一下 閃燈的Hot Shoot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可以升到閃燈 其次,有部份機種,尤其是大多數專業機 都會有一樣 在這個節目屏,它會有糖簾 可以封掉它 但現在有些近代機都很少用 如果沒有這個問題,片機都會常見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按鈕 現在很少用的,這個叫做警心按鈕 警心按鈕 當你一回合,你會看到光圈會收縮 但是光圈一定要在16光圈 或者再小一點的光圈下 你可以大家看到一個鏡頭 會不會看到光圈收縮了 現在的一部單板機來說 現在的測試來說 它所在一起的運作都是正常的 大家在日後買相機的時候 你們可以跟這個方法去測試一部機